这三张画我经过一些挑选 这三张画不太一样 有一张画是我一贯的乡土系列的话 那另外一张是大自然系列 还有一张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 我喜欢画假踏车 假踏车也可以说属于乡土 可是那里面含着一些生命的沧桑 还有一些童年的回忆这些东西 第一幅画的话就是我取名叫做喜庆风年 其实它触动我的事 这个是我到一个重庆的古镇里面看到的情景 那么两个很大的大红灯笼 然后后面的背景它是有一些雕窗 就是我们中国你们可以看到那些老房子里面 漂亮精致的雕窗 可以知道这是一个辉煌的家庭 曾经好过 当然现在不是不好 因为现在我发现它旁边吊满了很多的包谷 玉米那边晒 非常生活化 那么还有一些南瓜就摆在那边晒着 我感觉这个东西是一种纯樸跟富贵 辉煌跟平凡 这个东西的结合 这个相当有文学性 我觉得这种组合并不常见 有很多富贵就到底了 有很多是劳苦就到底了 可是这两个东西在一起 我觉得这是应该是反映一种生命的实际的状况 我一直想要我的画是画中有画 也就是说里面充满着生命的启示 所以我虽然也喜欢写声 写声也很活泼很有趣 可是写声常常是我到了现场我要完成 我没有办法贯注进去我要说的话 所以我喜欢画特写 因为那里面可以有东西可以说 可以有感觉可以有内涵 这个《梦幻浮盼》的话 其实第一个抢眼的地方就是那个绿 那水上面的那些青苔 其实没有多做描绘 它就是一个黄绿色 那远看的时候你一眼就看到那个黄绿色 而旁边眯眼睛你会觉得 它好像都对比不大 就是隐约看到一棵树斜斜的在飘着 然后那个水面上面有一些 好像一些真叶的东西飘着 或者是像涟漪或者水纹水泼 一条一条的 到底是真叶或者是水纹水泼 已经搞不清楚了 那它们混在一起 它有一种幽微的隐晦的那种趣味在里面 脚踏车有很多人很喜欢看到我画的脚踏车 因为就像钟表一样 你把钟表外壳打开 里面你就看到齿轮 你会觉得那真美啊 后来你会发现 凡是合理的 凡是合逻辑的 凡是可以很安全运转的 它的结构都很漂亮 这个就是上帝造作 很特别 我就发现这一点之后 脚踏车它会动 它里面的轮子跟齿轮之间的关系 你会觉得它就是完美 于是它运转得很好 再来呢 我喜欢画老脚踏车 因为以前的那个童年的回忆 那叫媲媚嘛 那个脚踏车又加上一些生锈斑驳 直接用人事舱商会跑出来 我很喜欢用人事舱商 因为那是人的本质嘛 人事的本质 所以我 那这幅画也很特别 其实它是一个展示品 但我不把它画成展示品 它就是摆在一个灯光之下 就在那 那么我里面企图包容非常的东西 我觉得一幅好的话 它不是拼凑的 它是应该是融合的 我想融合什么 我想融合着视觉的东西 我想融合心灵的东西 在技法上 我想把五大技法统统融合进去 我希望我的画技写实又抽象又写意 还有点图案的味道 我还喜欢它有点设计出来的感觉 那这个感觉我觉得跟前辈所要的完全不同 因为我的时代跟他们不一样 我在电脑时代 我在科技时代 我可以用Photoshop来看很多东西 那个东西很合理 很有趣 所以我要画的东西是一个当代水彩的趣味 我完全不要跟任何人一样 这一点刚好我没进美术系 我一开始就跟大家不一样 那现在我还要更是发挥我自己的一个特点 我喜欢这样做 我觉得艺术就是加入一些意识的东西 而不是在类似东西不断的演化 你冲动了 你想要做了 而去做 那一幅画无论如何会感人 会感人 但不是感动所有人 因为人变化很大 我尽我的力量去做